應該讓沈大佬先講 因為他今天PO了一篇文 我剛才有拜讀過 他提了一個2.0版的92共識 他提了16個字 用了國民黨4個字 用了習近平8個字 然後他自己又再提了4個字 總共加起來是16個字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92共識 經過了N次的轉述 又經過了N次的解釋 到底92共識 原始的版本究竟是什麼 其實現在很少有人 有能力把他說清楚 哪怕是蘇起先生所提出來的 恐怕跟國民黨各方的認知 又有很大的不同 然後又有人拿電話記錄來說 又有人拿當時的會議記錄 所以最後是莫中一試的 那麼如果92共識 最後被N次的解釋之後 已經失去了當時的原貌跟原狀 甚至再加上這一次的談話 又跟一國兩制扯上關係之後 兩岸有沒有必要 在2020總統大選之後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當選了 都必須要再進行下一次的對話 也就是當時的孤王會談 是在92年的孤王會談 定了一個孤王會談的共識 最後變成92共識 然後維持了兩岸 大概走了37年到今天為止 那麼接下來呢 接下來兩岸之間的現狀 要怎麼定義 那92共識也好 或者是兩岸之間的20共識 有沒有其他的論述跟主張 能夠讓兩岸共同的 經過討論溝通之後 能夠再達成另外一個共識 讓兩岸的關係能夠再往下走 我覺得這是可以考慮的問題 那麼當然包含說柯文哲之所以 會拋出兩岸一家親 甚至我認為像 比如說兩岸命運共同體 這都是可以拿出來做討論的 也就是說能不能夠 不要這麼多政治意涵 這麼多的政治語言 然後用更庶民的角度 用更庶民的感受 來談兩岸的定位 也許是未來兩岸的政治人物 跟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式 像剛才沈大佬 待會他也許可以提到 他提出了16個字 我覺得其實最後那4個字還不錯 就是說他用了國民黨4個字 用了習近平的8個字 但是最後那4個字 其實我認為那4個字 要是就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那4個字 也許就可以取代前面那12個字了 所以九二共識 也許就可以變成 那4個字做另外一個論述 也許會讓兩岸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府都能夠接受 我們等一下再請沈道來 公布那4個字 先請教一下原知原味 現在九二共識已經不再原知原味了 已經變形的亂七八糟了 年輕人希望接下來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他變形亂七八糟 我們還在講九二共識 這就沒有偏離 九二共識的原知原味 為什麼 因為九二共識的原知原味 就是模糊的 就像剛剛賴老師講的 我今天我講一個 我們有一個九二共識 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反正你講你的 我也不管你 我講我的 你也不要管我 大家如果說在一個 互相不管的情況之下 可以發展兩岸的經濟的交流 觀光的交流或什麼的交流 你就是模糊進行到底 為什麼說九二共識講了37年 每一個人都講出 很多不同的版本 在馬政府的時代 九二共識就是行得通 兩岸就是和平 就只有交流 到了蔡英文政府時代 講九二共識就是行不通 為什麼 就是因為九二共識 現在大概沒有共識了 這個沒有共識 蔡英文沒有承認過九二共識 對 他沒有承認過九二共識 所以他就走不下去了 代表兩岸沒有共識 其實我們把九二拿掉 就是說兩岸有沒有共識 不管是九二共識 或剛剛雖然今天委員講的 惡靈共識 只要我們 我講我的 你講你的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交流 這不就是九二共識的精神嗎 賴老師 一個中國原則才是兩岸 一個中國的交流 其實我也不要去講一個中國 或者是兩個中國 或者是什麼一中各表 所以九二共識 其實在剛剛賴老師的闡述裡面 九二共識也在各表 我們的內涵 是所謂的一中各表 模糊到底就對了 一個模糊取代另外一個模糊 但是你的內涵 跟剛才賴教授左腳內涵 還是不太一樣 還是不太一樣 我們聽一下佩君的 年輕人到底現在對於這件事情 攸關其實是下一代 更有關係的事情 你們怎麼看 我最近給一個滿有趣的比喻 就是說移車撞了假車之後 然後假車車主義 覺得應該要賠8千 移車車主值率賠2千 你說他們兩個有沒有共識 他們可能對這個理賠 金額有不同意見 但是他們都同意發生了一場車禍 而且罩責在乙方 很多人說九二共識沒有共識 但是他有一個基礎 就是1992年曾經發生了談判 這件事 他從來都不是一國兩制 但是就像賴教授剛剛講的 他就是一中各表 跟一中原則之間的差異 不斷的正在兩岸之間各自表述 這麼多年來 兩岸交流一直在文字的拿捏上面 才去做交流的這個動作 中國大陸其實一直都比較 focus在一中這兩個字 習近平這一次的談話 其實也不拖這個脈絡 而我們長久以來的時間 比較傾向於在集中 在各表的這個部分 當然現在各表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個人來講 到底會繼續各表 我同意各表 因為我認為各表是在兩岸之間 我們努力出來的一個 談話的空間 而不是一直都在一條 非常安全的線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狀況來講 我們還是希望以中華民國 為主體去論述一中關係 所以我認為各表是我支持的路線 民進黨跟蔡總統 他們可以繼續說沒有要統一 這是他們的政治主張 但是你必須要告訴我說 當你在指控九二共識 沒有白紙黑字的時候 請你告訴我一中一台 是寫在中華民國的 哪一條法律條文裡面 蔡總統的台灣共識 又寫在哪一條法律條文 請問是你跟誰的共識 他們更沒有辦法回答 我認為國民黨黨最大的差異 就是國民黨始終希望 中華民國還保有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可能性 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他們只希望中華民國不見 或是改名 或是直接限縮到有沒有金馬 不曉得可能直勝台棚 這是國民黨黨在 對中華民國最大的差異 這兩種概念是可以討論的 但無論如何我們要講 在憲法還沒有修改之前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民進黨 現在已經是國會最大黨了 也是執政黨了 如果他們在兩岸關係 尋求他們心中 理想的突破的時候 那就不要光說不練 我們的態度一直都很簡單 我五分鐘的時間 這麼複雜的問題 你不是只有四個字嗎 16個字 而且創始 你說只有四個字有價值 書起這個九二共識的創始 說他的面目 九二共識的面目 他已經振不得了 然後又再加偉翰的專訪 然後這個黃偉哲的回答 這個賴老師的進一步 到底是曾經還是混淆 然後大清又來個一些 裡面兩位新秀又講一些 我跟你講我真的很累 但是有這麼麻煩 有這麼難嗎 我覺得沒有 我一個一個問 你們現在大家都罵蔡英文 其實蔡英文 你會不會先公佈四個字 我告訴你 蔡英文沒有錯到 你們想的程度 因為什麼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民進黨從頭到尾都不要的 但是他也沒有講這個九二共識 就是等於一國兩制 有嗎 他也沒有這樣講 但是你如果去讀習近平 告台灣同胞書的原文 他其實講的 什麼叫九二共識 就是以一個中國原則 兩岸共謀 兩岸同屬 一個中國 朝共謀 祖國統一的這個東西 叫做九二共識 這個說法跟過去有不一樣嗎 他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認為沒有不一樣 因為你們所想像的模糊 他過去有模糊嗎 他過去也沒有模糊 他現在講得這麼清楚 就已經沒有模糊了 我們也不知道 難道沒有講的就沒有嗎 還是他講的 以所講的為限 超出這個就不在了 我告訴你 所有的大陸網民 來我的網站講的 是當然習大大的講得算 他沒有講的都不算 那很清楚了 習大大的講得算 他沒有講的都不算 那很清楚了 那很清楚對不對 那好 回到蔡英文講的 蔡英文的解釋就是說 你習大大的一個中國原則 九二共識 就這樣 我們民進黨不要的 下來的一國兩制 是等於行動綱領 是等於習大大就要來謀兩制台灣的辦法 或者行動綱領也好 施行細則也好 沒關係 但是這個連那個九二共識 我們都不要 那下面這個就不用講了 所以這個不講 這個不要 那當然也不要 他沒有說這兩個相等 但這個不要當然也就不要了 但是他在把他罵死了 我覺得這也有一點冤枉 人家說 人家說 摸就不掉了 那些肚子當然也不掉了 這個你們聽懂嗎 這個台灣化的成語 老婆離婚了 他用的那個便筒 當然也丟了 對不對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好了 民進黨我們必須講 因為民進黨 這件事情對民進黨來講 沒有懸念 反正一中的都不要 那還有什麼好好討論的 問題在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的處境 習大大講這個 到底比以前嚴格 比還是跟以前一樣 你們覺得 我認為所有的民間的意見 通通 專家的意見 通加起來 是比以前緊 說比以前鬆的人實在少 好 那蘇琪 我們回到蘇琪 因為他畢竟是原始創始 我們要尊重他 他說現在就是要務實 就務實我們也沒有意見 他說務實舉個韓國瑜出來 韓國瑜是務實嗎 這個我要稍微打一個小問號 好 那我們看昨天 吳東瑜就找了十五六個縣市長來 那開完會有大家出來 共同的講法 大家講一句兩句 一句兩句 就是要務實 要賺錢 政治要零 經濟要一百 有錢賺就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報紙給他下的標題就是說 一中各表 大概就是漸漸的 就是說棄手也好 就是說盡量不去強調也好 那我請問大家 現在因為蔡英文的反應 他的聲量高起來了 好像全國人民碰到老共 要吃我們的時候 大家都去挺那個 不管那個有多糟糕了 去挺他 現在如果國民黨的這些新秀 這些新當選的縣市長 就朝向說韓國瑜很厲害 他現在很厲害 這部會痛 我們大家都來惡意 請問大家 剛剛我不同意的一點 就是說賴教授 好像他非常討厭馬英九 我也討厭馬英九 但是你覺得馬英九是笨 才講各表嗎 我認為不是 馬英九很笨 他不是用笨 他是說他可能想要得到選票 他是本來應該模糊的 他把這個模糊打掉了 我覺得馬英九是因為不聰明 其實馬英九去新加坡 他出來公開的時候 寫個牌子 就說你看我有表 因為我總統在這裡 但是門關起來的時候 他有講沒有講 我們不知道 但是公開的時候 他不敢在中共的領導人 講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一種默契 我當初是責備他的 我現在也不責備 那現在是不是也沒有用 現在我請教大家 現在這個16、7個縣市場 都倒向韓國瑜模式 以為這個樣子 會得到比較大的好處 民進黨現在是因為這個 回應這個習大大的 這格好同胞書 跟距離中國更遠了 這個有票 你看 這個聲量大起來 你們現在一中各表不要 是不是更往輕重這邊打靠 這兩個的距離拉遠了 拉遠了 那我看國民黨的新生的一代 要求的他們有焦慮感 就是說我們被邊緣化了 你看綠的往那邊跑 罵我們 現在老共好像也罵我們 說我們在拖也罵我們 但是你們現在覺得 韓國瑜模式可以 我們往這樣靠 那你跟民進黨的距離拉遠了 那你的票是更多還是更傻 我在這裡奉勸 因為時間不多 我這個留到下一次 留到下個禮拜 你們年輕的一代就好好想 你們到底跟國內選舉要有票 如果你沒有辦法執政 那什麼都不用講了